好啦,所以剛剛的題目,我稍微帶大家想一下,就是那假設一個機器嘛,每天壞掉的機率是0.05,那麼20天之內它還能正常工作的機率分別是多少,所以它不是在問你第20天的時候還有多少機率,它就問可能是從第一天到第20天,然後到每一天末鳥的時候它還是量子的, 還會過工作的機率是多少,對不對,這其實並不是太困難對不對,我們其實只要用,我們用一個,這是它的CDF,對不對,是嗎,所以我們要做, 然後,它的P是等於0.05,對吧,這就是答案了,對不對,是不是這樣,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對不對,不是這樣,是嗎,對嗎,好,這個其實是說,首先,你這樣做的話它會有兩個問題,首先,第一局OM它,它其實是從0開始的,不是從1開始的,對不對,是嗎,它有可能第一天就壞掉, 這樣,是嗎,是嗎,這樣的話在壞掉之前就沒有任何一天,是正常,對不對,它有可能是0,它其實是從0開始的,所以應該是從0開始算的,然後,所以你看,它到了這個,第一天末鳥的時候,它已經壞掉的,就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那,所以,基本上是我們要看看說,這是它第一天壞掉的,這是它第二天壞掉的機率,這是它第三天壞掉的機率,這樣,對不對,所以一般而言,我們要做這種事情,你需要做一個, 這個動作叫做,對吧,你要把它加起來,對不對,你要把它累加起來,這樣,對吧,或者說你用CDAP也是一樣的做法,這樣,是嗎,所以你要累加到第20天,所以,不過,這個蠻tricky的就是,因為你是從0開始,所以20其實是在這個地方,對不對,這個地方已經是第21了,這樣,對吧,好, 做Geometry其實就是這樣,那,時間的關係,我就不帶大家去細做這些事情,你要,你要真的要把它做對的話,事實上是需要多一點時間練習,這樣,好不好,然後下面,呃,還有兩個問題,要在這個Nodebook裡面,最後這邊是在講這個Geometry的期望值,然後,嗯,其實它有個公式,就是它的期望值其實就是P分之一減一這樣,對吧,所以你如果要算說, 呃,如果平均而言,每個捐贈者有我需要的器官機率是5%,那我要,我平均要等多少個捐贈者才能等到我想要的這個器官,這樣,對吧,喔,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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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你直接帶這個公式也算得出來,對不對,是嗎,因為現在P是等於0,是5%嘛,對不對,5%分之一就20,不是嗎,0.05分之一,然後減一,所以就是19,這樣,所以你直接套公式是很簡單,這樣, 只是底下我叫你說,如果你不要用期望值公式,對不對,你直接用第一局,喔,你要怎麼樣算出19這個答案,啊,這件事就比較,困難一點,對不對,是嗎,是嗎,喔,那,期望值是什麼意思啊, 我們說,我們說,我們講過很多次期望值,它是把,呃,每個值,乘上它的機率,然後加起來,對吧,它把每個 outcome 的值,乘上它的機率,然後加起來,對不對,以 geometry而言,喔,它的期望值是怎麼算的, 我們現在這個是geometry,對不對,所以這是0,然後這是0的,它這個是frequency,如果我們把它改成機率的話,對吧,這是0,那這是0的機率,那這是1,那這是1的機率,對不對,所以geometry的期望值它要怎麼算呢,它事實上是必須要把這個value乘上這個機率,對不對,再把這個value乘上這個機率,再把這個value乘上這個機率,然後一路往上加,這樣,對不對, 對不對,你要這樣才能夠算出,呃,geometry的期望值,是不是這樣,是嗎,喔,呃,我帶大家稍微做一下,因為第一個作業啊,通常我的做法就是我會稍微帶大家一下這樣,然後,所以這個其實,這一題是這樣,這邊我們不用算嘛,對不對,這邊其實就是,呃,我們不是講1除以, 0.0.05嗎,對不對,對不對,打錯了,然後減1,對吧,就代公式而已,是吧,這是19,你知道,那我們要怎麼樣,用Dnorm算出同樣的答案,呃,D9,然後,因為它是從0開始的,對不對,所以我們可以從0,然後做到多少呢,做到100, 好,對吧,對吧,然後這是0.05,不是嗎,對吧,那,可是這個是機率,對不對,你這樣做的話,你會得到,這裡有101個機率,是嗎,對吧,是嗎,喔,這是,呃,第一天沒有,呃, 就是第一個不是的機率,就是第二個不是的機率,類似像這樣,對不對,喔,這是第一個是的機率啊,是第二個是的機率啊,基本上是這樣下來,然後我們要,我說你,你現在是,事實上是你必須要把這個值乘上它的機率,然後加起來這樣才是希望的值,是不是這樣, 所以,所以,其實你要,其實你要,你需要把前面這個,對不對,這個是它的值,對吧,然後,呈上它的機率,是不是這樣,對不對,在R裡面,其實在R裡面,你寫這樣就可以了,這樣,對吧,是嗎,我說,這個東西它是一個,它是一個, 值的向量,是吧,然後,然後,這個,基本上就是值的向量,然後這個向量是機率的向量,是嗎,是嗎,是嗎,是吧,剛才那些值所相對應的機率的向量,那你要求,期望值你要怎麼做,你把它們乘起來之後,加起來,對吧,是不是這樣,OK,欸,18.325,沒有,沒有,不對,對不對, 是嗎,喔,所以,問題在哪裡啊,有人想得出來嗎,他應該是19啊,對不對,就是公數算出來,這種數學家算出來的東西不會錯的,然後,可是我們這樣算出來只有19,所以問題在哪裡,有人講得出來嗎,我們送一個獎品好了,趕快 或者我另外這樣問你要怎麼改,它才會等於19,這樣,我們這個,算期望值的算法沒錯,對不對,是嗎,這是它的值,這是那個,跟那個值所相對應的機率,是嗎,然後,都是沒有錯的,這樣,然後,為什麼我們這樣算出來的值,不是真的期望值,為什麼, 因為這樣,因為事實上你現在這樣算,我剛不是跟各位講過了嗎,這個geometry它是一個沒有尾巴的那種機率這樣,對不對,你現在只算到100其實是不夠的這樣,對吧,是嗎,喔,你要算,算多一點它可能就可以,好比說你把它算到1000的話,你試試看看吧, 它就是了對不對,看到了嗎,對吧,喔,雖然說超過100之後,我說我要等超過100個人機會不大, 可是因為這個期望值的算法,它是值要乘上那個機率的,你知道嗎,雖然那個機率很小,可是它的值很大這樣,是嗎,所以後面那個超過100之後還有很多值,你沒有算的話你就算不到真正的那個值了,這樣了解嗎,是嗎,我擺這一題在這裡,其實讓大家理解一下,什麼叫做期望值對不對, 你是在面對機率的時候,你怎麼樣算期望值,這樣,好嗎,所以A這個題目大家,這裡幾題我其實已經帶大家都做得差不多這樣,不過大家還是把它做一下,我之所以給大家這些notebook,那我是希望各位念完之後就,notebook就像是筆記對不對,像你上課的筆記這樣,你就留下來這樣,是嗎,喔,你把上課的這些筆記又寫在這裡面, 然後用完了之後,然後用完了之後就變成你的上這堂課的筆記了,是嗎,喔,好,那我們這個就做完了,我們再來做V,那一樣我把V先,我先把它捏一下,好,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講案例了,好嗎,喔,剛剛那些, 有些,有點像算暖身喔,接下來我們就講案例,好,然後,講案例之前我把這四個,喔,離散機率的這個定義又講了一遍,對不對,喔,嗯,其實我覺得像現在這種有Wikipedia的時代,你其實也不用背它,對吧,喔,你就是要,要算機率的時候,我就是非常建議大家把它拿出來放在旁邊,這樣,對吧,是嗎,喔,你要算次數,它一定是這四種機率裡面的某一種, 不是一定啦,其實還有別的,但是,但是一般我們在商館而言,這四個就夠用,這樣,OK,好,然後,好,那,再來,我們要做的第一個資料集叫Horsekick,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上過正式的機率的課,正式機率的課本,這樣,那,我們當,我上機率可能已經是,我在大學上機率是, 這可能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了,這樣,嗯,那個時候就有這個例子了,就是被馬踢死的機率,那我最近有看了那個新的教科書,它還是有這個例子,所以這個例子是非常經典的例子,這樣,OK,喔,被馬踢死,嗯,這個資料集叫Horsekick,然後它基本上統計的是每一個軍團,每一年被馬踢死的人數,這樣,OK,這個資料集是這樣,你把這個資料集,嗯, 這個,這個其實是一個內建的資料集,所以你直接打Horsekick,你就會看到這個資料集的內容,你看它的意思是說,每個軍團每一年被馬踢死,就是說,有109個軍團呢,在一年裡面都沒有人被踢死,這樣,有65個軍團被踢死一個,有22個軍團被踢死兩個,這樣,來,OK,你在算poison的時候,基本上都是像這樣, 他原則上告訴你的都是,0發生了多少次,1發生了多少次,2發生了多少次,這樣,來,是嗎,你回去看poison的那個分部的樣子,他長那個樣子,對,呃,poison大概長得像這樣,對不對,是嗎,他會告訴你,0會發生多少次,1會發生多少次,2會發生多少次,對不對,是嗎, 所以,poison的資料通常的話,呃,你去看他,他原則上就是0有這麼多次,1有多次,那我們以剛剛那個例子來講,我們說這個每個鄉村裡面每一年被車子撞死的人數,這樣,是嗎,有的話是都沒有,有一些鄉村他是都沒有,對不對,有一些鄉村就是他只有撞死一個,有一些鄉村就是撞死兩個,這樣,對吧,他這邊算的其實是撞死0個的次數,撞死一個的次數,撞死兩個, 對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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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一個足球比賽,進球的次數,這樣,這樣,這種東西也會是,啊,你去算他基本上也是poison的,為什麼,呃,每一場比賽其實有很多次射門的機會,對不對,然後,射進去的機會其實不大這樣,對吧,是嗎,然後沒有人有辦法統計到底,有多少次射門機會,是嗎,是嗎,是嗎, 可是我們真正會統計的就是,得一分的有多少場,得兩分的有多少場,得三分的有多少場,對吧,所以這一類的東西,我覺得鬼頌很容易讓人家搞混亂的是說,他通常都要有一個單位,好不容易說是每個軍團每一年發生多少次,你要算多少次,通常都是, 有一個範圍這樣,有一個範圍這樣,每個鄉村每一年發生多少事,通常都要有一個範圍,要一個時間這樣,這樣子算次數才會準,對不對,對吧,我一定是問說,呃,呃,這一區的商店裡面,那每一天裡頭走進,走進來的,有多少個人,類似像這樣,是嗎, 就通常你都有個範圍,對吧,有個單位這樣,有個量測的單位,然後他有個時間這樣,看到這樣的東西,嗯,你原則上就可以先查一看他是不是本頌,這樣,了解嗎,哦,其實我覺得你們以前可能也學過本頌,可是以前你們,可是,可是,可是,我覺得我們以往在教本頌的時候,就是教你們他的數學這樣子,就是,就是, 大家學了半天就不知道他是在幹嘛,這樣,來,是嗎,是,呃,現在我們要教大家說怎麼樣去用本頌,好啊,所以,所以我現在看到的,其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本頌,對不對,我只知道說他,嗯,好,因為他是算次數嘛,然後,這個敘述的樣子看起來像本頌,這樣,那在R裡面我們有一個,有一種檢定,可以讓我們檢定看看說,呃,這個Pattern,喔,我說, 我說這一組數據啊,他是不是符合本頌,ok,哦,然後這個寫法是這樣,這個是那個資料集嘛,對不對,是嗎,哦,其實這個資料集其實就是一個,呃,0,1,2,3,4,然後底下就是次數,這樣,對不對,哦,非常簡單的一個,呃,這種樣子我們說叫做Named Vector,這樣,它其實是一個向量,對不對,是嗎,哦,只是這個向量有一個名稱這樣,看到了嗎,對吧,哦,所以,呃, 呃,你原本這樣把這個,呃,有名稱的這個向量把它塞到這個,這個Goodfit裡面,然後這個Goodfit的寫法是這樣,這邊是放資料,然後這邊的話就是,看看你要檢定他是哪一種,哪一種這個,呃,分布這樣,那我們要檢定他是不是Pattern,這邊type就打Pattern,然後就說Goodfit,然後他會回傳一個物件這樣,對吧,哦,然後回傳回來這個物件,我們,啊,對這個物件做一個summary,然後你就會看到, 呃,呃,因為這樣檢定嘛,通常檢定出來都會出現一個P-Value,這樣,對吧,哦,那P-Value如果小於0.05,我們就說他顯著,這樣,如果大於0.05,我們就說他不顯著,這樣,那麼這種Goodfit的這個,這個,呃,他的這個,檢定,啊,那,他基本上是在檢定說,這一份數據,哦,跟Person之間有沒有顯著差異,如果他有顯著差異, 就是他如果顯著的話,他就不是Person,對吧,然後他如果不顯著,那我們就說,哦,P等於0.833這裡,對不對,然後,所以這一份數據跟Person沒有顯著差異,沒有顯著差異嘛,就是他,我們可以,我們可以把它當作Person來處理這樣,這樣了解嗎,對吧,好,那, 那,我們知道在Person的時候,接下來我們就要問我們自己,一個問題,就是,那lambda是多少,這樣,對吧,是嗎,好,那,Goodfit這個東西,他的好處就是,他不但會幫你做檢定,他事實上會幫你把lambda算出來的,對不對,好,lambda是他的一個parameter嘛,對不對,好,所以這個fit他其實是,呃,他其實是一個,呃,這個,呃,這個,這個,這個列表,他是一個list,這樣,好,所以你要看這個list, list裡面的parameter,你就這樣講,啊,因為他只有一個參數嘛,對不對,有,有,有,好比說你如果是去fit他,是不是nective binomium,他就會出來兩個參數,這樣,是嗎,那因為,Person只有一個參數,所以你打這樣,他就是,告訴你lambda是0.61,好,所以你知道說,被馬踢死的,每個軍團裡面,每一年被馬踢死的人數,對吧,他,其實是,lambda為0.61的Person,對吧, 是嗎,是嗎,對吧,哦,所以,你把這份資料fit到,Person裡面去之後,他沒有顯著差異,而且fit出來,lambda這個係數是0.61這樣,是嗎,齁,那你知道這樣,你就可以去算說,那,每個軍團每一年被馬踢死,超過兩個人的機遇是多少,對吧,我說,這個式子,他的意思是什麼,他的意思是,每個軍團裡面, 每一年,每一年被馬踢死的人超過兩個,的機遇是多少,是嗎,那,那你知道他是這個boyson,對不對,那,大於等於2嘛,所以你要看的這個機遇其實是我們一般講的,右尾機遇,對不對,這一邊的機遇,大於等於2的機遇,這樣,所以你要,可是我們的CDF,對吧,我們這個P函數啊,他基本上都是算左尾的機遇,是不是這樣,是嗎,然後,你把左尾算出來,然後用1去減掉,就會是右尾這樣, 這樣,嗯,這個可能大家一時反應不出來,可是,反正這個事情就是這樣,來,很容易懂,不會太困難,這樣,所以我就不多說了,好,那這邊就是,1.125,我就不多講,那,那你想一想哦,這個,欸,這個老公公的意思,基本上跟那個,剛才那個十項頭是一樣的意思,就是要你們寫的意思,這樣,那,我們剛剛做的那些東西, 對我們商業用處,對我們商業來講,它有什麼意涵啊,我們剛剛做這個練習一下,我要問你說,如果你是一個保險公司,你想要為國防部設計一個被馬踢死的保險,這樣,OK,你是保險公司,你要設計一個被馬踢死的保險,所以你要估計,每一年每個軍團被馬踢死人數的機率,對吧,否則的話,你要怎麼設保險,你怎麼知道他要, 他要付多少錢來買這個保險,你才不會賠錢,這樣,是嗎,所以你要算那個機率,那,如果你靠這個,靠這一份數據,這樣,所以,每一年每個軍團被馬踢死的人數,超過五個的機率是多少,我說,我說你如果不用,不用機率分佈的方式做,這樣, 如果你只看這一份數據,是嗎,對吧,那有沒有哪一個軍團,這個一年被馬踢死五個人的,其實是沒有,對吧,你看數據看不到,可是,可是他的機率真的等於零嗎,不是對不對,你想也知道不是這樣,你這裡看不到的原因只是因為他現在只測量了,這個加起來大概只有不到三百個,對不對, 不到兩百個,大概兩百個軍團左右,是嗎,對吧,看了兩百個軍團沒有看到,不代表他不會發生這樣,是嗎,你如果夠衰搞不好,下一個就會了這樣,是不是這樣,對吧,那你怎麼樣去估這個機率呢,你的做法就是先把這一份資料把它fit到一個模型裡面去,對不對,你去fit出來他是, 跟他就是, 啊,當你算出來他是,讓他等於0.61的時候, 呃,對不起,他,他是,讓他,他,他,他是,讓他剛才是多少,0.61,對,你,當你知道他是,辣他等於0.61的, 然後,你就可以算出來,對不對,那個,軍團裡面的,呃,一個軍團裡面的,呃, 超過五個的機率是多少 我們要不要算一下 我們可以算一下 我們如果真的去算一下這個機率 然後算一下是多少 我們已經在這裡了對吧 所以這東西怎麼算呢 其實你可以把這張抄下來對吧 是嗎 好 然後 這應該要寫 這樣對不對 是嗎 對吧 他要看endeth大於等於5 對不對 然後這個p函數告訴我們的其實是 我說他是左側機率對不對 我們把左側計到4 然後用1去減掉就是大於5 大於等於5 對不對 所以他的機率是多少 那這個大概是萬分之4對不對 萬分之4 對保險公司來講萬分之4已經是很大的機率了 這樣 你去保火險保車險 保軍險 這樣 那個機率可能都比這個小很多 來 是嗎 所以你看到的這種理論機率的用處了嗎 對吧 我們之前是不是跟大家講過說 有機率有好幾種顯示的方式 有種方式像我們在做老忠實那樣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說那樣子 我們用真實的數據 然後就把它density畫出來了 這樣的分佈我們叫它實證的分佈 對不對 像北縱像白納 沒有這種數學家用理論算出來的對不對 因為你看這些分佈它的定義 它都有一個固定的數學定義對不對 它是用數學算出來的這樣 那這些定義的好處就是說 當你有辦法知道你現在手上這份數據 對吧 或者說你在觀察某一個現象 當你有辦法知道你這個現象它是符合哪一種分佈 更精確的講 當你知道說你現在要處理的這個現象 它是參數是什麼的什麼分佈 對吧 那原則上你就很容易可以用這個數學家 幫你算好的這些公式對吧 然後在r裡面我們用這個r裡面幫我們 建討的這些內建的函數 我們就可以去估計 對吧 這個現象在任何一種事件它發生的這種機率是多少 對吧 那個機率你可能沒有觀察過 那個事件可能從來沒有發生過 但是不代表它不會發生是嗎 剛剛看到了 對吧 萬分之四 其實真的呀 對保險公司來講 這已經是很大的機率 你沒有考慮這個機率 你賠錢就會賠得非常多 來 是嗎 好 所以 這是第一個練習 好 然後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第二個例子這樣 就說 它這個東西事實上是這樣 他妹妹嘛就是可能這樣 對吧 所以通常我們要看一個人的講話 他是不是 他講話裡面會不會常常放妹這個字這樣 有的時候他可能代表他的華裔啊 代表他的什麼 我不知道他是要幹嘛這樣 對吧 不過原則上這個是 你現在看到Federalist Federalist 這是說某一份聯邦的文件裡面 然後每一個段落裡頭出現妹這個次的次數 來 我說過啊 你要算次數啊 你一定要有一個單位這樣子 對不對 每一段的文件參加多少次 每個軍團每一年被踢死 多少次 他一定有一個範圍 你知道嗎 在這個範圍之內發生多少次 那麼我們就說 哦 那他這個可能是poison 對吧 對吧 那所以好 我們現在把MMA這個東西 用剛那招 對不對 把Federalist的這個 這份資料 把它塞到Goodfit 然後我們做Boisson這樣 然後做Summary 哇結果 這個P值等於 P值很小對不對 小於0.05對不對 所以他顯著 顯著代表說 他符合 他符合Boisson嗎 不符合對不對 我們就會說哦 P小於0.05 所以我們知道Federalist這份資料啊 他跟Boisson之間有顯著差異 是吧 通常來說 在商業的數據分析的時候 你Boisson fit不進去 你就試著Fed Negged Minamil 這樣 來 那 Negged Minamil 我說他是一個 進化了的 Boisson這樣子 或者是一個進化了的 為什麼 他又多了一個參數出來的 對不對 對不對 各位看一下這張圖 看到了嗎 Negged Minamil 沒有在這裡 他 Boisson的話 他沒有N 也沒有P 他剩下Lambda一個參數 對不對 可是到這邊的話 N又跑出來了 是不是這樣 是嗎 參數越多 基本上這個函數形式 就越自由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他就越複雜 複雜度越高 他就越自由這樣 那當你把一個東西 要Fed進去一個 像Boisson 我說參數越少 然後他限制就越多 你可以這樣想 對不對 他就越簡單 這樣 這種 這種東西他基本上 不管他是什麼 Distribution 他總是一個 數學 數學模 數學形式 數學形式裡面 你可以變動的 那些參數越多 他就越自由 對吧 是嗎 所以你 當你去Fed一個比較 我們說Fed一個比較 Constrant比較多 限制比較多 參數比較少 Fed不進去的時候 你就要往更自由的地方去想 對不對 好 那 所以我們 不要這樣 所以 所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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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Fed一下 Negative Binomial 來 那 FedNegative Binomial 其實你可以把Negative Binomial 設想那種 我們剛剛不是講說 這個圖 我們稍微再解釋一下好了 這樣 你看 這有兩條路 對不對 是嗎 我說從Binomial 那走上面這條路的時候呢 它是變成Lamba 然後再下來這樣 這意思是這樣 伯仲這個分布 它有一個限制 它限制 標準差 一定要等於期望值 這樣 對吧 然後它往這邊走的時候 這個限制就會被 放掉 它允許 它允許這個Variance 比Expected Value大 它允許標準差大於它這樣 意思是說 當你 當你限制標準差等於期望值 你Fed不進去的時候 你就把這個限制放掉 對不對 那你Fed出來 可能就比較容易Fed進去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我們就FedNegative Binomial 然後Fed出來 它就不顯著了 對不對 是嗎 所以 所以我們知道它是Negative Binomial 對 Fedularis 這份數據 然後 它的係數 你看到了嗎 Negative Binomial 它就有兩個 兩個係數 對不對 你用Fed Part的時候 就是Fed裡面的Parameter 參數 它有兩個參數 一個是Size 這樣子 然後 另外一個是Probability 是嗎 Negative Binomial 它的N 它的N 未必是整數 這樣 對不對 當它是整數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把它看成是 它是從那個 它是從這個 它如果是從geome這邊上來的話 對吧 對吧 那事實上它就是 你看 你看它是一個 Generalized 它是一個 升級了的 Geometry 這樣 因為Geometry 是第一次發生前 失敗次數 對不對 這邊多了一個參數 N看到嗎 它是第N次 這邊是第一次 對不對 這邊只能固定是第一次 這邊的話 它讓你 你這邊 把N寫成1 它就會退化成這樣 是不是 但它不只是 N可以等於1 N可以等於2 可以等於3 可以等於4 對吧 所以它是一個 更Flexible 更自由的Geometry 是嗎 所以它一方面是 更自由的Besign 另一方面是更自由的Geometry 所以你在Feed這兩樣東西 Feed進去的時候 你就應該往這邊去想 這樣了解嗎 好了 那 OK 所以 這個應該就很簡單了 對不對 你知道係數 只把它畫出來嗎 畫出來 畫八Pro就可以 那 所以我問你一題 這題我就不要帶你們算了 對不對 對你們很好了 這題就是你們作業 你們要自己算 那機率都寫在那裡 還算不出來 就不太 不太行了 來 OK 好啊 所以這是離散機率的應用步驟 對不對 我們拿到一份數據 如果它是次數 那麼通常它就會告訴你 這個 踢進兩個球的比賽有多少場 踢進三個球的比賽有多少場 對不對 都沒進球的比賽有多少場 你看到的其實是像這樣的東西 它基本上就是次數 這樣 是吧 你就應該要去想想說它是 它是哪一種這樣 對不對 然後 當然不能用猜的對不對 所以我檢定幫你檢定 看它是不是這樣 你檢定出來之後 不但你能知道它是哪一種 而且你會知道它的系數 對不起 你會知道它的這個參數 所以你知道它是 它的分佈種類 以及這個分佈的參數 你就可以拿這個東西來做估計了 是嗎 你用它東西來做估計 那運動商你估計出來的值 就會可以拿來做商業決策 這樣了解嗎 對吧 是嗎 所以機率應該是這樣用的 來 是嗎 機率應該是這樣用的 那不是讓你拿來 像是DataCam的課程 在教你的 這樣拿來驗證一些公式 這樣 那些公式就數學下去做就好 對我們其實沒有什麼用 對不對 對我們有用的機率的用法 是像這樣 了解嗎 你會拿到實證數字 是不是這樣 像剛才的Horstin 像我剛剛講的球賽的進球數 像我剛剛講的 對吧 這個 可能是Federalist 或者其他 你會拿到實證數字 所以它是哪一種分佈呢 算出來 這個分佈的 參數多少呢 算出來 所以你知道說你研究這個現象 如果以後發生的事情 跟以前一樣的話 對吧 那我就可以猜測以後發生 某一類事件 所謂某一類事件 其實 在機率我們 裡面我們講一個事件 通常就是定義成那個 隨機變數的值的範圍 這樣 我再講一遍 我要確定 像我們剛剛講 被馬踢死的人超過五個人 對不對 那個 被馬踢死的人數 其實你有一個隨機變數 對不對 剛剛那個叫N 好像N death的樣子 對不對 是嗎 你有個隨機變數叫N death 所以 你要看N death 大於等於5的幾率是多少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通常我們在講說 某一種事件它會不會發生 當你用的隨機變數在這裡了 那你基本上就是在看 OK 這個隨機變數在某一個 它的值出現在某一種範圍的時候 對不對 可能是左尾 可能是右尾 可能是中間 是嗎 它的機率是多少 你要知道這個機率 你需要知道它是哪一種分布 你需要知道 它的纏數是什麼 對不對 是嗎 好 所以這個才是我覺得 我們教機率的時候 應該要學的 對不對 是嗎 好 那我們 我們 接下來再看第三個 這樣 這幾個例子應該是會越來越有趣 這樣 好嗎 那 第三份東西我一樣 先念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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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例題是要講寡筊成功的機率 這樣 OK 然後我 我預先已經給大家一個 Data檔在CSV裡面 它這是一千個信徒寡筊的次數 這可能是 某一個媽祖廟啊 什麼廟 所以假定每個人都是 瓦到三次成功 它就停止了這樣 我的意思是說 我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可以這樣 好像不行 這樣 這個 寡筊那種東西好像是要 有點像我們在測那個 心狀肺炎這樣 要連續測三次 成功才算成功 是不是這樣 不過我們假設 這個廟它這個規定是比較簡單一點 對 假如每個人都是寡到三次成功 它就停下來 然後這裡面就是 一千個信徒寡筊的次數 這些人都是 每個人都寡到三次成功 它就停住了這樣 對吧 假如我 假如我前三次都成功 那我就是三 對吧 假如我 這個 兩次失敗之後就成功了這樣 那我就是五 這樣了解嗎 這樣聽懂嗎 聽懂 好 然後 所以這個寡筊的次數是怎麼分佈 它參數是多少 這一種 我現在描述給你們看的 其實是一個 我剛是直接給你們一份 一份數字 對不對 然後讓你猜它是哪一種分佈 是吧 但是 那現在你拿到的其實是 它實際上已經跟你講 這個process 我說這份資料它產生的那個 那個 背後的那個機制是什麼 這個資料是 它背後產生的機制是 這是什麼 這分明就是什麼分佈 我說 我說 你現在在看的其實是 N次成功之前 失敗了多少次 對不對 或者你應該講 它這邊 這邊這個 這個CSV裡面它是 到N次 其實 簡單講是說 做到三次成功它要打多少次 是這樣的意思 對不對 對吧 那 我們其實沒有一個機率 的定義是這樣 但是有個機率跟它很像 是哪一種分佈 它這個其實是寡規次數的分佈 對不對 是嗎 但是它是什麼呢 它是 如果每個人都寡到三次成功才停下來 對不對 的時候的寡規次數的分佈 這樣 是嗎 對吧 那 假如你要猜說它是屬於剛剛那四個 我說 就那四個而已這樣 你會猜它是哪一種分佈 看一下定義好不好 我的意思是說你在做這一張的時候 Always 這一張紙要印出來放在旁邊 這樣 對吧 下次我應該把這張印出來發給你們這樣 來 對吧 不過你們應該把這個放在那裡 所以它長得比較像什麼分佈 我剛剛那樣講 你應該用什麼分佈去分佈 比較合理 像嗎 像 binomial嗎 我 Geometry 它只有一次耶 它現在是要成功三次對不對 是嗎 所以 所以我其實是可以用 用這個對不對 是嗎 對吧 它其實就是 binomial distribution加3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對吧 對吧 它其實是 是這樣的 對吧 它其實是 這個隨機變數的話 就是 一個binomial的隨機變數加3 這樣子 這樣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對不對 是嗎 因為它是 因為這binomial是 這邊n等於3對不對 發 第三次成功之前 失敗次數的分佈 對不對 你把這個3加進去之後 它就是 就是 剛才那個分佈 對不對 是嗎 它是這樣 那 那好 所以 所以我們應該猜它是 百貓某 可是我們不知道它參數是多少 對吧 對吧 是不是這樣 這時候你怎麼辦 對吧 我說次數嘛 那 假設你還是要用 百貓某來試的話 你可以先試一下百貓某 哇 你看它很顯著 顯著到不行 這樣 這個是 exponential-317 這樣 來 這個 超無敵顯著 那我們再用 negative binomial試一下 那 不過你就 你看到了嗎 你看到了嗎 我們現在 這個東西是什麼意思啊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到這裡面來 我們現在已經做到3了對不對 我們都要C 然後做到 所以我們有一個 剛才那個 瓦杯次數的東西在這裡面 它是一個 長度為1000的整數向量 對嗎 是嗎 那 這個數字它其實不是 不是negative binomial 不是 對不對 是嗎 我們要把它減3才是 對不對 是吧 對吧 因為 因為negative binomial 它是成功三次之前 失敗次數的分佈 對不對 對吧 所以 所以你要把它減3 它才會 它才會跟negative binomial 長得一樣 對不對 因為它加了3在裡面 因為連那三次成功 它也算在次數裡面的 不是嗎 可是negative binomial 它沒有算 它沒有算成功的 這樣它只算失敗 你知道嗎 可是它每個人都刮到三次成功 所以你把它刮杯次數-3 就是三次成功之間 它失敗的次數 這樣 這樣對吧 這樣對吧 好 然後 所以這個x-3 是這樣的意思 可是table table是什麼意思 你如果光子做x-3 它其實還是一個長度是1000的向量 對不對 對吧 是嗎 我說因為x是一個長度是1000的向量 你把它減3它還是長度是1000的向量 可是我們不要這個啊 不是嗎 我們要的是 糟糕這個 糟糕這個 我們現在用這個zoom正好會把這裡擋住這樣 所以 等一下 好 呃 所以 那我們對它做table 這樣這個是什麼意思 它本來是長度是1000的向量 對吧 這是長度位 在1000的向量裡面 0有19次 1有28次 2有46次 看到了嗎 對吧 對吧 這個才是 這個才是 那個分佈的樣子 對不對 是嗎 對吧 所以我們要fit 之前 如果你看到的是每一個事 每一個事 每一個event 事實上你要去算 在這個event裡面它發生多少次 你需要先做一個table這樣 對吧 你要看1發生多少次 2發生多少次 3發生多少次 對 在算次數的時候啊 我做這個例題給你們 就是 要跟你們講兩件事 我再講一遍 我做這個例子給各位看 我是要跟大家講兩件事 第一個 那個數字 那個數字 有時候你需要調整一下 對不對 好比說你要減3這樣子 對不對 第二個 事實上這一些算次數的 它都是在說 1發生多少次 2發生多少次 3發生多少次 4發生多少次 對不對 所以你直接看到的是 這個1234的時候 你要做一個table才行 對吧 它才會reduce成那個 對吧 它才會變成 它是binomial也好 boy song也好 對不對 當你看到觀察到的是一個序列 然後你要算次數的時候 你要看1出現多少次 2出現多少次 3出現多少次 你要做table 做完table 你才能去fit那個 那個 這個 這四種分布這樣 這樣了解嗎 聽懂嗎 對吧 你現在會覺得說 哇好 這到時候我碰到事情 我一定 我一定做不出來 對不對 這就是為什麼 你現在要做一個notebook的原因 你知道嗎 了解嗎 我知道我們不像是 普通在交機率 可以交一學期 你知道嗎 對吧 可是 可是它的套路 其實也就是這樣而已 你知道嗎 所以 當你拿到的真的就是 你剛看那個軍團的時候 我們說 好像有65個軍團沒有人被踢死 什麼 有75個軍團是被踢死一個 對不對 可是軍團報數字來的時候 它是會報0 報1 報2 這樣對不對 你拿到如果你是這個陸軍總部 然後這個每個軍團數字報進來的時候 就會像 就會像剛剛那個寡規的次數的事情一樣 你要做table之後 它才會變boyso 這樣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來 好啊 所以 那 知道了這樣之後 底下就沒有什麼 就沒有什麼 接下來應該就是 你們可以自己作業 可以去寫這樣 好啊 那你就 Nectic Binomial 算一下 Nectic Binomial 它就不顯著了 對不對 不顯著之後 你就看它的這個 你看一下 這邊我們Feed Nectic Binomial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 你看 你除了告訴它是Nectic Binomial之外 你要跟它講說你要Size等於3 對不對 因為在這個裡面 你其實知道N等於3 對不對 是嗎 來 因為它是 成功三次之前失敗的次數 所以你其實知道是N等於3 這樣 你如果不給它N等於3 你可以自己回去算看看 它會算出來 N等於2.9幾 或者是3.0幾 這樣子 對不對 因為它不知道N等於3 它就找一個最像的這樣 對吧 可是在這個Case裡面 你已經知道N等於3 你已經知道N等於3的時候 你這邊要把N等於3寫進去 它叫Size 對吧 所以你看它這樣Feed完了之後 它就會Feed出來Size等於3 然後Probability等於0.248 意思就是說 這個0.248是什麼意思啊 這個P是什麼的機率啊 你有一千個人擲筊的紀錄 然後這些紀錄 我們把它Feed回來 Nectic Binomial的時候 來 你看到P是0.248 所以這個0.248是什麼的機率 就在這個Case裡面 那個P是什麼 對吧 這個Case你知道N等於3 然後這個Case的P是什麼 不是在擲筊嗎 所以這個P是什麼 擲筊成功的機率 這樣 對啦 對啦 不要懷疑啦 其實就是這樣 太簡單了就 會害怕 是這樣 它就是對吧 所以你事實上用這個方式 你可以算出來那個P 那個P是多少 你看一下Negative Anonymous的定義 它不就這樣嗎 發生機率為P的實驗 對不對 所以那個P就是這個 發生機率 就是那個P會成功的 的機率 來 好啊 那 所以你就會知道這個機率是多少啊 那接下來你就是 你可以說這是什麼的分佈 對不對 對嗎 喔 這邊我是要你寫出來 我這題目出這樣好像 你們可能不太懂它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你用國語講出來 這樣是什麼的分佈 對吧 我的意思是說 你把這個公式 套回去這一句話裡面 再講一次 是嗎 它現在N等於 3 P等於0.24嘛 所以它應該是 重複發生機率為0.24的實驗 對不對 第三次成功之前發生 第三次成功之前 失敗次數的分佈 對不對 我只要你去練習一下這些事情 我們把這一段說完我們就下課 那這兩個就是 給你們自己算了 好不好 會算嗎 應該會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 講是會 可是你要算其實還是有點折騰 因為等一下 要不要加3呢 要不要減3呢 這樣子 還是 還是有點 還是有點障礙 對不對 但這不要緊 對不對 我說你沒有辦法 你快算出來 這不要緊 可是 你一旦知道的這個定義是什麼 對吧 那 接下來只是你熟不熟練的事情而已 對吧 那熟不熟練就是 我說我們不像是一般在教一學期的機率 這樣要大家練到很熟練這樣 我只能夠帶你們做到 OK你們 知道怎麼做 那做的時候可能要想一下這樣 對吧 這是正常的 好我們這節上到這裡 我們 下課10分鐘好不好 我們8點15分回來 然後 我們會回頭講這個老東石獨具 等一下我再講為什麼要這樣 好不好 我們下課到8點15 謝謝 我們下課機 車子 我先說 我們下課